刚才讲故事 港港有意思 欢迎收看《故事刚刚好》 我是刚的 我就发现这外国人呢 一提到中国就是 美食 高铁 功夫好 美食不用说 中国高铁也是大伙都看着呢 是吧 世界领先 这功夫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 毋庸置疑 但大街上你看 没看到谁天天咔咔练呢 这老外怎么就知道 咱们中国功夫好呢 有的人说了 成龙 甄子丹 李连杰 这么多功夫巨星 一亮相那还多说啥呀 这话对 但也不对 因为让中国功夫 在世界上扬名立万的 另有其人 黄底 黑条 连体服 特贺哈利 双眼棍 还有那个特别的那一声 阿唐 不等我多说完了 很多伙伴都猜到了是谁了 对了 就是李小龙 如果要不说啊 大伙可能都想象不到 李小龙 李小龙真正的电影生涯 只有两年半 完整的作品就四部 庞山大兄 金武门 猛龙过江 龙争虎斗 龙争虎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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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李小龙身上那是有真功夫 他创立了节拳道 那是吸收了二十多种不同的运动 咏春 泰拳 太极 空手道等等 咱就说这节拳道这个步伐 你们知道这步伐它哪儿借借来的吧 机械 你看李小龙对战的时候怎么站着 一脚前一脚后 稍微提着点膝盖 脚尖点地 感觉随时能准备冲出去那种 你在对比看看是不是跟这个机械 进攻这个架势就特别像 他就把各种运动 各家的功夫都琢磨透了 融会贯通才创立出这么一套新功夫 节拳道 还有那个标志性的 这个可不是说他愿意喊就高兴喊这么一嗓子 这么简单 武术里边有个专业的名词 这是孝孝孝虎孝龙吟这个孝 这李小龙呢从这个鹤犬里边借鉴的 你跟这个龙争虎斗 李小龙这个原声正宗的原版你对比一下 它不是阿达 它是嗷一声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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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